看看我们的这个圣经工程 圣经工程里面 看看圣经工程 OK好 我们讲到这个创世纪 跳到创世纪 创世纪里面呢 就是有两个 我们昨天讲到 上一次讲到有几个很重要的 这个casualty 还记得什么叫casualty吗 受害者 OK 他受害受伤害了 不然的话就是指战争里面的死亡人数 叫casualty OK 第一个casualty就是 human relationships OK 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这个就已经破坏 男人跟女人之间 啊我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啊这个然后要穿起衣服 遮起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casualty 第二个casualty呢 是intimacy OK intimacy between God and human 神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 intimacy is lost 失去了 人与人 神与神之间 不再那么亲密了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今天我们继续接下去 so 既然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都已经不再这么亲密 人与神 人与人之间也都是充满了猜忌 所以接下来他们干什么事情呢 they go wrong and hide 三个动词 go wrong and hide from God OK 所以他们 走了 离开了 go from God wrong from God 逃离上帝 hide from God 他们躲避上帝 不敢再见神了 心里做了亏 做了恶事 就一定会有这个下场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那么亲密了 and then 然后呢 when God finds them 上帝 这个 绝对会找得到他们的 OK 上帝找到他们了 他们就开始做什么 they start this game of blend shifting 什么叫blend shifting 谁可以告诉我 blend什么意思 得备 sift转移 就是 互推责 我想责备 我不想承认是我的问题 对 我就说 都是夏娃的问题 夏娃说 不是我是谁谁谁的问题 right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叫blend shifting 都把罪推到人家的身上 这个 这种技术 这种技巧 我们小的时候 没几岁 我们会干这种事情 对不对 妈妈问说 谁把这个饼干盒拿出来吃的 而不是我是他 推卸责任 对不对 blend shifting so they start the game this game 这个game 不要把它当成游戏 也就是他们开始干这种勾当 干这个 推卸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about who rebell是什么 背叛 ok 所以现在互相推责任 逃避责任 然后呢 推卸责任以外 然后互相说是 谁先背叛的 是夏娃先干的 哦不是 是亚当先先背叛的 不是我 他比我更坏 是不是 这我们从小就会干这样的事情 ok now right here 就在这个地方呢 the story stops and there's a series of short poems ok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在这里 停下来 然后就有一系列 a series of 是一系列的 short poems 就有短的诗歌 ok 好 然后 where God declares to the snake 所以上帝 declares to the snake 是什么意思 向神 宣布这个蛇 ok 神宣布 神跟蛇宣布什么事情了 嗯 记得吗 就是要用 他要生死地上走路 对 永远在地上走路 扭来扭去 扭上义徒 女人的后代跟蛇怎么样 一字为头 that's right 一字为头 所以 declares 上帝就正式宣布了 他跟蛇也宣布了 and then to the humans 也跟人宣布了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什么叫 tragic consequences 悲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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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gic 我们写过 tragic 不要忘记 tragic consequences consequences 是因为这样而造出 造成的结果 ok 这种悲剪的后果 tragic consequences 悲剧的后果 of their actions 他们 因为他们的这种行动 所以会产生这种 悲剧的后果 ok 好 上帝首先是跟谁讲话 God first tells the snake ok 首先跟神讲话 跟蛇讲话 that despite it's apparent victory despide 什么叫despied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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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件事情上 看起来好像 蛇赢了 是不是 尽管 目的达到了 是 他干了这些坏事 ok so apparent 什么叫apparent 表面看来 表面的 显然 显现 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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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y victory 是胜利 是吧 ok 表面上看起来 蛇是 取得了明显的胜利 ok 纵然 尽管 他取得了这个明显的胜利 这个应该是 itsits it's apparent victory ok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是什么意思 注定会失败 注定会打败 ok it is destined destined 是什么意思 被动词 被动词 这是被动词 注定的 注定 注定 这个是注定的 命中注定 ok 注定干嘛 to eat dust 它是什么 吃土 吃土 it is dusting for defeat ok defeat 谁知道defeat 什么意思 被打败 被击倒 被击倒 被打败 战败 ok 所以defeat 是被打败 注定是要失败 虽然表面上 取得意识的胜利 所以表面上 看起来是 这个好像是 明显的胜利 但是他注定的 命中注定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他是要 要失败的 蛇注定要 失败的 然后让他去吃土 去盛土 ok 因为他要趴在地上 有没有 他的肚子 没有脚吗 他靠着这个肚子 在地上滑 扭来扭去 ok 好 然后 God first tells the snake that ok 这个我们过了 God promises that one day a seed 另外 上帝还应许 怎么样 one day one day a seed 有一颗 seed 是种子 或者可以说是 a descendant descendant 子孙 后代 子孙 后代 who come from the women 会从这个女人 而出 ok 女人会生下来 这样的一个后代 这个后代要做什么呢 who's going to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lethal 这个lethal很重要 这个字 lethal 什么叫lethal dea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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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命的 ok 制命的 ok lethal 我们可说 制命的武器 lethal weapon le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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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is going to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也就是女人的后代子孙里面 会给她 制命的一击 a lethal strike 打击的击 一打 to the snake's head ok 会打到这个 蛇的头上面 ok 打在蛇的头上面 所以这个 看一下这个是 看不见了 这个 不知道 反正 这是一个一撇 ok 一个 apostr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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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nt yeah i can't find it 好 anyway 所以她会 有一个什么 打在 她的后代 会打在这个 蛇的头上 ok 蛇的头上 所以一打 就把她给打死了吧 对不对 这里好像是 看这个 不知道 不用弄了 知道了 我们 蛇的头 yeah snake's head ok 好 所以呢 这里就是讲到说 后代的子孙 人的后代的子孙 就会 这个 这个 看看 这个头 她为什么 都是出来两个 ok snake's head ok 会打在她的头上 致命的一击 ok ok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听起来好像是好消息 是不是 好消息啊 女人的后代 打在舌头上 你看我们打蛇 是不是要 打三寸 就是打在舌头上 这就是叫做 lethal strike 打蛇打七寸嘛 就是要打她的头 你打她头 就可以把她打死了 你打她的尾巴 打她的肚子 是没用的 ok 好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消息 but this victory 这个胜利呢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cost 但是这个胜利啊 是有代价 with a cost because the state few ok 因为蛇也是一样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蛇会怎么样 well deliver a little strike 蛇也有一个致命的一击 他要干什么呢 他的致命的方法呢 是to the descendants heal 这个heal是什么意思啊 脚后跟 脚后跟这个字好像不对 h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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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对 ok 平错了 ok 所以他是会 咬在 这个女人的后代的脚后跟身上 脚后跟上 as it's being crushed as it's being crushed 最后他也会被这么压扁了 ok 好 所以呢 人有人的招数 蛇有蛇的招数 人是打蛇打气 打在他的头上 致命的一击 然后呢 蛇呢 是咬他的脚后跟 ok 所以这个都有 都会致命的一击 it's a very mysterious promise mysterious promise 什么叫mysterious promise 神秘的许诺 这是一个神秘的应许 of this wounded victor 什么叫wounded victor 受伤的顺利者 受伤的赚生者 ok 所以 基本上这个 看起来 其实是挺神秘的 这个上帝跟他们讲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but in the flow of the story so far 但是顺着这个故事 flow是指他发展下来 发展的情节 so far 到目前为止呢 you se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God's grace 这件事情 这个行动本身是 上帝的grace 是一个恩典 上帝的恩典 the humans 人类呢 they have just rebelled 这些人 他们现在已经背叛了上帝 and what does God do 神做了什么事情呢 神做的事情就是 he promises to rescue them 上帝应许说 他会拯救他们 but this doesn't erase the consequences 但是 上帝虽然拯救他们 erase 是什么样 去除掉 并没有抹除掉 并没有整个去除掉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human's decision 这些人的决定 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所产生的决定 他们决定要穿衣服了 他们因为 他们决定偷吃了 善恶树上的果子了 这个是他们的决定 所产生的后果 这个后果并没有 erase 并没有被擦掉 会一直被记得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 再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从 头开始 ok ok 所以呢 他们做的事情 偷吃善恶树的果子 所以人 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 就失去了 啊 这种原来亲密的关系 所以人就开始 go wrong and high 是不是 from God and then when God finds them they start this game of blame shifting 上帝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 没有诚实的 承认这个 反而他们做的事情呢 是 推卸责任 ok 他们开始 推卸责任 啊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先背叛的 啊 都要不是因为下完 我才不会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就是在 blame shifting ok 这个学起来 blame shifting 就是 推卸责任 ok 他们彼此都不承认 自己的问题 blame shifting 好 然后呢 about who rebelled first 有关于谁 是第一个反叛 上帝的 谁先背叛呢 好 now right here the story starts and there's a series of short poems 在这个地方 故事就暂停下来 有一些短的诗 那这些短的诗 的诗句里面呢 where God declares to the snake 所以上帝就向 蛇宣布了 ok 公开的跟他讲了 然后也跟人宣布了 and then to the humans 宣布什么东西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有关于他们的行动 所产生的后果 上帝是一个 是一个公义的神 是不是 他要告诉你 你看你们做了 这些事情 不好的事情 后果是 就是这个 tragic consequences 这个悲剧的后果 告诉你们了 so God first tell the snake that despite its apparent victory 所以神先告诉 蛇 尽管你现在看起来是 很明显的 你胜利 看起来好像你赢了 但是呢 命中注定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注定你是要失败的 失败的结果是 to eat dust 蛇 你的命运的结果 终结就是你 一辈子都是躺在地上 吃土的 ok 吃尘土的 God promises that one day a seed or descendant 所以上帝应许说 有一天 这个种子 ok 他用种子来形容 就是他的后代 人的后代 a descendant will come from the women 从女人生出来 从女人出来的 一个后裔呢 who is going to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他会做出一个什么 致命的一击 to the snake's head 会打在这个蛇的头上面 你蛇啊 你暂时看起来你赢了 好像有胜利了 但是你终究会被 人类的后代 在你头上 给你致命的一击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听起来好像 很不错的消息 but this victory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cost 但是这个 也是要带来 代价的 人 一打 打他的蛇上的 头上的七寸 但是是有代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蛇 也可以给人 致命的一击 ok the snake too will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to the descendant's heel 咬在这个 后代 女人的后代 的脚跟上 as it's being crushed 就当他的头 被他 打烂的时候呢 他就咬在 人家的后脚跟上 ok 好 it's a very mysterious promise of this wounded victor 这个是一个 很 怎么讲 很神秘的 听起来是一个 挺神秘的 一个应许 ok 对于这个 这个咬的伤 这个伤痕 这件事情呢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 很神秘的一个应许 会发生神 讲说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ok 然后呢 but in the flow of the story 顺着故事发展下去 ok 故事发展下去之后呢 so far 一直到目前为止 you se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god's grace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 ok 上帝的恩典 是怎么说呢 the humans they have just rebelled 人 这些人类啊 他们是已经怎么样 已经是 反叛了 是吧 背叛了上帝 and what does god do 那么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呢 上帝 下面就是上帝 答应许的 他答应会拯救他们 he promises to rescue them 但是 我虽然答应救你们 但是这并不会 抹掉你们这些 你们所做的决定的 这些后果 你们自己 所自食恶果 你们决定要吃 这个善恶树上的树 的果子 所产生的这个后果 这个后果 是不会被抹去的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ok 好 那我们下面看 我们请谁 帮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从这个 so they go round and hide from god 给我们读一下 Lidia来 Lidia 好 听在这里 ok who rebelled first ok 接下来是 Indra 来 Indra 好 停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再来这个 Janet OK Janet来 God first God first tells the snake that despite its apparent victory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to eat dust 好 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 Dust 我们再请着Sally来 Sally God promises God promises that one day are saved all descendants will come from a woman who's going to deliver Lithel Strake Lithel strike Lithel strike Lithel strike to the snake's hand OK好 注意那个 woman 不是woman woman woman 单是woman 好 Thank you Naomi Li Naomi Which sounds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But this victory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cost because the snake too will deliver a little Strake to the descendants Hale as it's being crushed OK OK very good 停在这里 再来是 这个是谁 Christopher 是不是 Christopher 来 Christopher It's a very mysterious promise of the wounded victor but in the flow of the story so far you se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God's grace 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 稍等一下 好 Mary来 Mary再继续接证天 The humans Hi Thank you The humans They were just revealed Continue And what does God do? 好 停在这里 接下来是 这个是谁啊 看看这个是谁 看不见 看不见这个是谁 最后一个是谁 Jake 还有 Jessica吗 Jessica 来 He promises He promises to rescute Name But this 继续 It doesn't era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human decision Okay Consequences 后果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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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音在第一音节 Consequences 一路拉低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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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Thank you 后果 Okay 后果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apparent 老师 你再能讲讲吗 那个apparent apparent apparent是 victory apparent victory 很明显的 apparent Okay 很明显的 就是很 很明显的 这一次他赢了 It's apparent victory 很明显的 尽管他现在是赢了 但是长久来讲 命中注定 他是会被打败的 而且要吃土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可不可以写成 apparent meaning 明显的意思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用 没有没有 他是讲说 这是一次很明显的 胜利了 victory 对 尽管他是很明显的 胜利 蛇赢了嘛 对不对 蛇诱惑这些人 然后真的就 就干出坏事来了 但是现在 现在短暂 就是这一次很明显 你胜了 但是长久下来 注定 命中注定的 你是要输的 你要被打败的 你要去吃土的 嗯 谢谢老师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呃 这个 我们的vide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 我们看一下 从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 来 is and how it's differen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bible these books explore how to 放出来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看一下 and how it's differen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bible these books explore how to live well in God's world but wisdom is not the same as law like what Moses gave Israel at Mount Sinai and it's not the same as prophecy divine speech to God's people rather wisdom literature has the accumulated insight of God's people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about how to live in a way that honors God and others and so through the book of Proverbs now these human words about wisdom have been put together as God's word and wisdom to his people which connects to the other thing you find in chapters one through nine there are four poems from lady wisdom here wisdom has been poetically personified as a woman who calls out we put together we should make we put toge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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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veryone okay I said I saw 看了半天怎么逗不起来 OK好 我们来稍等一下 把它放那个创世纪 才对了 放错了 Genesis 我的心里面在想着这个 感觉像跟着讲的文字 怎么对上 对没错 再来讲一下这个 要放大 OK 讲到这个 好 我们现在把它放上来 这个是创世纪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创世纪 这次创世纪 是那些人之间的关系 between God and the humans 是失败的 所以他们选择,选择,选择 然后,当 God finds他们, 他们开始这个选择的关系 关于谁最初的关系 现在,这里的故事停止 然后,这里的故事是一终的故事 where God declares, to the snake 然后, to the humans 最后的悲惊的影响 God first tells the snake 那, despite its apparent victory 它是决定, for defeat, to eat dust God promises that one day a seed, or a descendant will come from the woman who's going to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to the snake's head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but this victory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cost because the snake, too, will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to the descendant's heel as it's being crushed it's a very mysterious promise of this wounded victor but in the flow of the story so far you see this is an act of God's grace the humans, they've just rebelled and what does God do? He promises to rescue them but this doesn't era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humans' decision so God informs them that now Okay, so 蛇, okay,人 女人的后代 会给这个蛇致命的一击 把它给打死了 听起来是很不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 蛇也会给女人的后代 一个致命的一击 会咬它的后脚跟 Okay,这个就是他讲的 这个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听一次好了 觉得好像 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 我们再来一次 从这里开始 The second casualty is that intimacy between God and the humans is lost so they go and run and hide from God and then when God finds them they start this game of blame shifting about who rebelled first now right here the story stops and there's a series of short poems where God declares to the snake and then to the humans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God first tells the snake that despite its apparent victory it is destined for defeat to eat dust God promises that one day a seed or a descendant will come from the woman who's going to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to the snake's head which sounds like great news but this victory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cost because the snake too will deliver a lethal strike to the descendant's heel as it's being crushed it's a very mysterious promise of this wounded victor but in the flow of the story so far you see this is an act of God's grace the humans they've just rebelled and what does God do He promises to rescue them but this doesn't era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human's decision so God informs them that now 好 到这里 听了两次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 就是它不是 有一个话吗 有个话外音 就是 So what does God do 这个说 what does God do的人 是谁 有个话外音 有个话外音 是后来又怎么样 结果又怎么样 这样子 Yeah 好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了 没有其他的问题